以前人生没有过失去的感觉 失去妈妈以后呢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是要花好几年 才能够真正的走过来 最难熬的是 当你知道是无力回天的时候 医生会告诉你说 可能就剩下一些时间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医院旁边的楼梯间 对就抱自己在那边抱着腿 然后就痛哭这样 然后就一直发抖 对那一刻的感受就是 你终于了解什么叫无力回天 因为他一直说要去夏威夷嘛 然后那时候就工作忙 各种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愿望 所以我很想要回到那时候的时刻呢 能够带他去夏威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当时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等我 因为我妈突然病重 对 那等到我回到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意识 如果早半小时或早一个小时 我是不是能够跟他说最后一段话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 我爸每天陪着他嘛 然后我才发现 在那时候爸爸其实是很无助的 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们有时候也无助的像小孩一样 因为我就看到我爸是忍不住 就自己然后开始吊泪 因为当时都知道我妈妈 时日无多嘛 然后我就去抱抱他了 那一次算是我们开始的这个 打开这个拥抱的盒子 不突破他的心房 那有一天如果真的失去我啊 会超后悔的 孩子别忘了我 不要停止想念我 没你的关心我会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